因為過去我們知道 去年支持他的盤裡面 除了國民黨的忠實的支持者之外 多了一群所謂的經濟選民 然後再一群年輕的選民 這個盤讓韓國瑜去年 幾乎像所向無敵一樣 支持他的人非常的多 可是到了今年 你有發現一個現象嗎 他的盤是從年輕的選民開始流失 然後後來連中間經濟選民這一塊 他也流失 流失的有人怎麼樣呢 他看了失望 他轉成我不表態 有的人他覺得那我支持柯文哲 有的人覺得我覺得小英捍衛主權 跟看到今年這麼多的台商回流 顯然蔡英文政府過去做的東西 是有效的 我回流給蔡英文 那有的人呢 他選擇了郭台銘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在今年的總統大選的選擇 比高雄市長的時候多很多 所以這也造成了 你看到韓國瑜的盤 一個一個的流失出去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韓國瑜在講這樣的話的時候 在我們來看 他比較像是在鞏固 他的最基本的韓粉盤 為什麼這麼說 我給大家看一個數據 你看裡面會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 我們把郭台銘跟韓國瑜的 粉絲頁的互動狀況去做對比 你看到這個綠色的是郭台銘的 然後紫色的是韓國瑜的 各位可以看看這個線 這個線很明顯的是 郭台銘跟韓國瑜之間是大幅的拉開 特別是過去這12天喔 各位有沒有看到非常的明顯 尤其是韓國瑜的粉絲頁 到了前一段時間的小高點之後 一下去幾乎就是平了 他就沒什麼上來了喔 他差這麼多耶 相差非常的多對不對 你看到的是郭台銘 郭董的是一路上來 然後到新的高點 但韓國瑜是下去到新的低點 就停在那個地方 這麼明顯的粉絲頁的互動狀況 告訴你什麼 我告訴你這裡面喔 你看像綠色郭台銘的那條線 最低點是他講的後宮鎮政說的那個時候 後面他不斷的講說至今區的介紹啦 或者是說他在打所謂年輕人低薪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他一路一路上去吸引了你可以想見的是 包括很多藍營的選民怎樣 到了郭台銘那邊去 可是反過來的是 你會看到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隨著韓國瑜在議會被黃捷打臉說這個至今區的東西呢 他不斷的一直跳針之外 你會發現這一連串的風波對他的影響很大是 即便連他的粉絲能幫他做辯護的人都減少了 所以你會看到的是在粉絲頁的互動人數也下降了 那麼這樣一個上下的你可以說叫死亡交叉的狀況 低迷到現在換作你是韓國瑜你要不要力求改變 這個時間點呢你要力求改變的方式是幹嘛 是我們要趕快守住基本盤 所以你會發現韓國瑜的這新五點 對他來說我覺得衝擊量比較只能夠做到守住基本盤 可是你想想看喔 當韓國瑜在談這些都是他個人怎麼樣 個人怎麼樣ABC的時候呢 郭董在談的是資金區 郭董在談的是投資 小英在談的是什麼 小英在談的是台商回流了目標要達到5000億 小英在談的是就業機會要超過1萬多個2萬個以上 當今天你看到這個選項的時候 你覺得韓國瑜過去的基本盤不會流失嗎 他過去的盤開始流失的時候 那當然變成韓國瑜過去這一支股票所帶起的 那個泡沫他就會有泡沫化的危機 她們也有泡沫化的窗口 她們不是在她們去歇手嗎 我真的沒泡沫化的窗口